1.5 2.5 2.5 4.5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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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Cynthia 今天的影片是有點像是回顧的一周Vlog 新的一年我給自己一個短期小小的目標 就是培養紀章的習慣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大致上 花钱的部分 我算是控管的还OK 不会让自己有超支啊 或是什么 就是我还是会有储蓄的习惯 但是在我每个月的开支里面 我到底花了什么 这一点其实我没有记账的话 我是完全不记得的 我最近在试用一个 新的手机记账APP 叫做Planto 它就是可以连接你的银行账户 然后每天去刷新你的消费记录什么的 但是我平常消费 不一定完全都只有用银行卡嘛 所以我就认真的记录了 我一个礼拜五天里面我花了多少钱 算是拍来给自己一个警惕说 欸你看不知不觉的钱就会被花掉了 但是在开始之前呢 有几个disclaimer要跟大家讲 首先第一个是我今天讲的这些花费里面 还不包含每个月的固定花费 像是房租啊手机费啊网路费啊这些 我会到影片的后半段就一起整理给大家看 第二个是我的计算方式 是我这一个礼拜里面买了多少东西为主 但例如说我有一些东西是吃之前买的食材 我就会大概抓一个数字上去 所以今天整理的这个数字可能 呃不完全是我这一个礼拜里面消耗掉的分量 懂我意思吗 第三个是这是我平常一个礼拜 typical每天去上班啊 呃在外面吃饭啊等等会有的花费 然后第四个呢 这是我纯粹我个人的消费习惯 可能不符合每个人的理财观念跟消费习惯 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这个视频是由1&1的Surfshark 我会在这个视频中介绍再说更多 但没关系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天我从家里出发到公司的车资是5块6 那我是一个早上不太有食欲的人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肚子很饿的话 我就会skip做早餐 那今天就是这样子的一天 你想吃什么 火锅现在面前有一个火在这边 那你想吃什么 都可以 火锅吧 火锅 好冷啊 你现在包成一个学人 好冷 不要装可爱 就是我本来就可爱不能这样 你再说我就继续call 中午我跟同事一起去买了茶餐厅当午餐 然后另外因为星期一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冷 冷到我穿了unicool的鱼绒衣 我还是整个人这样缩起来 因为真的太冷了 除了茶餐厅之外 我又去麦当劳买了一包薯条跟一杯热可可 那这样子总共是83.5块 因为星期一实在是太冷了 所以我下班之后就约了朋友 先会合之后我们一起去买了一件 就是真的比较挡风的羽绒衣 那我买的牌子是Fila的 题外话就是我不是一个很喜欢逛衣服的人 就我买衣服很喜欢速战速决 所以我到店里面找了我想象中的款式 然后试穿了决定的尺寸 觉得版型也OK 穿起来也舒服 价格还能接受我就直接买了 就是不想要再多逛 那这件羽绒衣呢是1683块 对我在第一天就花了快要1700买一件羽绒衣 但是因为最近香港如果冷的话 那个风啊真的是很大而且很冷 那我之前所有的羽绒衣都摆在台湾 所以我决定还是要invest一件 就是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冷的时候嘛 是吧 我本来想说我要嘛买Fila要嘛买North Face 然后我们就先进到Fila的店 然后就试穿到这一件 我就觉得哎 其实已经蛮好的 穿起来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的美妆蛋呢 有点微微的发霉 所以我就赶快把它丢掉 然后我就到Innisfree买了一组美妆蛋 然后是90块钱 另外回家的车资是8.3块 回家之前我们在路上经过一家 卖Dimson啊 包典的一个店 所以我就买了一盒咸水饺 我最喜欢的Dimson之一 我大概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吃到它了 本来还想要回家煮东西的 下次也放弃 那我这边统计了一下 第一天我总共的花费是1884.4毛钱 第二天一样早上正常的去上班 车资是5块6 然后我一样是买了一杯咖啡 我没有咖啡是活不下去的 是34块 然后另外呢我早餐吃的是我之前买的优格 还有Dunky Dunky 买的什么Dunky Dunky Dunky 买的Granola 这个我真的是很推荐哦 这包Granola是我吃过很多品牌里面我觉得最好吃 然后最顺口的 题外话 请问今天要吃什么 不知道 你要吃什么 星岸版权 贵品 就像我之前说的 如果呢你能够唱到我的影片有版权 你也是蛮厉害的 快点上去啦 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吃坛仔咯 好啊 Let's go 午餐我跟同事纠结了一阵子之后 我们就决定去吃坛仔 有一个 五南酸 薰辣 薰辣 甘菇 甘菇 然后买牛油 甘菇牛油 西乌米鲜 好 然后买一个董灵茶 修亭修丁 好 在吃饭之前呢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 嗯 press play 大家好 我是 好尴尬 我又走了 你你你 先去 先怎么样 知道你 1 2 3 press play 大家好 我是Keef Witty呢 她是Witty 大家好 press play 大家好 我是Keef 然后她是Witty Bada bing Bada bing 哈哈哈 那今天的谈载呢是48块 星期二因为我有些私人的事情要处理 所以我下午是请假的 为了一个Uber的花费是125块港币 晚上我有去深水埔买道具 那我自己也买了一个脚架 就是相机的那种像八爪章鱼的脚架 那这个应该是算杂牌吧 所以它只要38块港币 我在买道具之后发现老板是台湾人 然后他就跟我推荐旁边的一家叫台湾的干嘛店 它是一家专门卖台湾的点心啊食物啊干粮啊这些的 那我呢就看到我朝思暮想的科学面 还有麦香奶茶 这一包科学面是要卖30块港币 Oh my god 科学面在台湾一包大概是10到12块吧 我记得 然后这个呢 整整几乎贵了快要一倍 另外这个也是我非常想念的麦香奶茶 你看这边写熟悉的麦香最对味 真的 这句话是真的 但是四香的味道无价 晚餐我是吃之前在超市买的那种微波的咖喱包 那我大概抓了一下 今天这一餐大概是30块港币 回家的车资花了8块5 星期二的总额是302.1块 星期三一样早上去上班花了5块6的车资 但今天早上的咖啡我是在家里做的 我大概抓了一下就是牛奶跟咖啡豆的成本 我就算它是10块好了 虽然我觉得应该没有10块那么贵 午餐呢一样是我在上一个礼拜的leftover 就是我煮了粥嘛 所以我就把它跟从台湾带来的那个汤包一起 再熬成一个玉米粥 然后再加上一些青粥小菜在旁边 这个我也是很大略的抓大概是12块 下午呢我早上才说 自己homemade coffee很省钱 我下午又再去买一杯咖啡 那我是去公司旁边的一间叫做 coco espresso的咖啡店 那这一间是我自己本身很喜欢他们的咖啡 但我也很喜欢他们的咖啡 这个afternoon pick me up 要39块 那一天我自己其实有点小小的 忧郁也不是忧郁就想要去散心一下 所以我下班之后就到关堂的APM去逛 我现在在一个非常容易食心疯的地方就是 Muji 这是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来买一碟 我第一次看到Muji的这个instant bike meal 是 我在Muji总共的花费是52块 然后在回家前也买了一包吐司当早餐是18块 最后回家的车子是8.3块 今天晚餐吃这个川香麻辣白菜猪肉水饺 那我总共吃了一整包9颗水饺是17块5港币 然后另外我喝的柠檬茶呢 是我之前去买牙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店家就送了我一整排的柠檬茶 所以柠檬茶是免费 总结一下星期三所有的花费 总共是162.4块 再来就进入到星期四 哇星期四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天 首先呢早上我一样是非常快乐 也没有到非常快乐 但是就是耶去上班花了5块6的交通费 那早上我是一个非常需要咖啡的人 所以我花了39块在咖啡上面 我有两个选项 嗯 一个是pepper lunch 一个是酸心酸辣粉 pepper lunch 好 好 午餐一样是我们四个同事一起去吃pepper lunch 那对 久久吃一次pepper lunch 还是会觉得很幸福 虽然说吃完之后全身都会是油烟味 但是 明明这边都没东西 明明这边都没东西 看不到的距离 我们俩现在下班然后 因为刚刚Wiki说手很干 我就看一下欸我手也蛮干的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看一下护手霜 我们要去哪一家 Locytown 希望Locytown来赞助我 耶 我今天那种狼狈头发超乱 你看 你试试看这个了 哦 Cherry Bossom 那你最后决定是 选择困难账 一次买三个好像比较便宜一点 可是我一次要三个干嘛 就一个摆office 一个摆家 一个摆手袋 好了已经经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我们还在这里 好了不惊不觉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在我的世界里边时间走得很快的 我要买这个 ok 我买这个 ok 我买金瓜 11的啊 哦哦 好 回家之前我又先去买了grocery 总共这一次买的grocery是298.5块 为什么我会说今天很精彩呢 因为 我把钥匙丢在公司 所以我现在 呃 又要做Uber回去拿 好吧 我现在拿到钥匙了 但是因为我刚搭Uber回来的嘛 我不想再花一只钱 坐Uber回家 所以刚好这附近有一台小巴 是直接到达我家正门口 所以 我现在 在走过去的路上 所以等于我花了5块6的车资 回到我家之后 我又再坐Uber 花了72块 回到公司 然后再从公司做了小巴 花了7.8块 回到家 是不是非常的 波折的一天 但是为什么我对于 会把钥匙丢在公司这件事情已经 一点都不意外了呢 经过一番波折之后的晚餐 我吃的是昨天在Muji买的那个 两个冲泡式的 像是炖饭的东西 吃完这两包我的感想是不难吃 但是分量真的太少了 然后 这样子这么小一包就一个月就要18块 我觉得有点 大家如果想尝现的话可以去吃一下 但是我个人觉得CP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总结一下这么波折的星期四 我总共的花费是737.5块 最后呢我们终于到了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 星期五 首先呢我一样是早上开心的去上班 花了5.6块的车资 然后一样买了一杯咖啡34块 刚开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 然后现在要去买午餐 然后我肚子很饿 午餐呢我买了我自己很喜欢吃的摩斯汉堡 因为小时候我妈觉得摩斯汉堡 就是比麦当劳啊或是那种汉堡网 还要健康很多 因为他们有米汉堡嘛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吃素食的话 我妈就应该带我们去摩斯汉堡 那这顿午餐总共花了62块 这是Bakehouse吗 对呀 这个是Crystal今天带来给我们吃的 是什么呢 登登登登登登 鲁塔 那这一天星期五是Witty要来我家stay over 那我们一起外带的晚餐回家 我的部分是82块 那今天吃的这个是我家附近的商场的一家店 就我之前没有吃过 今天的晚餐同伴又是Witty 我们今天打算来吃这个桂花小幸 吃了之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 具有香港血液的台湾餐厅 虽然没有到很地道 但是也蛮好吃的 包含进回家的车资 星期五的总共花费是183.6块 因为我很好奇 所以我就认真的又做了一个图表 如果不包含那件羽绒液的话 我这个礼拜所有的花费包含交通外食 买东西吃饭跟grocery 总共的花费是1288.5块 那如果加上去的话就有点小破表 要3270块 那我会把这两个图放在这里给大家看 那当然我每个月的花费 除了刚刚那些交通啊 或是外食等等 会有的项目之外 还有一些是固定的花费 首先第一个就是房租 房租的部分因为有些考量 所以我就不方便在这边公布给大家 但房租是我一个月里面最大最大的开销 其他基本的花费像是水费 电费 瓦斯费 这些因为我才刚搬进来 我还没有开始固定的缴账单 但是我猜一个月平均下来是不会超过150块的 就我以前的经验啦 我的手机费每个月是216块港币 网路费是296块港币 那Netflix跟Spotify 因为我是在台湾办的 所以Netflix我每个月是缴台币390块 然后Spotify是每个月149块台币 那另外还有一些手机APP的固定支出 例如说我们的Surfshark 大家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呢 对它又卷土重来了 Surfshark是一个网路的VPN服务 那如果大家对VPN的功用还不是很熟悉的话 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的网路安全跟人身安全是一样重要的 尤其这一年来有非常多东西 从线下转成线上 包含很多的交易或者是很多的互动都在网路上面 但是这也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威胁 是我们可能平常肉眼是看不到的 例如你可能会被窃取你的个人资料 或是被一些广告给锁定 那Surfshark VPN就可以解决大家这个问题 例如它有一个Hack Lock ID保护功能 所以如果有人想要hack进你的email 他就会马上通知你说 诶 有人想要入侵你的电脑啰 或是如果你们有用一些网上串流平台 像是Netflix或是Disney Plus 这些平台都会有地域的限制 例如说你在香港可能看不到美国的某些剧 或是你在台湾看不到韩国的某些剧 以此类推 但是只要在Surfshark的app里面转换你的地区 你就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完全不受限制 Surfshark最新的优惠就是 如果使用我的折扣码的话 就可以得到83%off 然后外加三个月免费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资讯跟连结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Surfshark现在一个月的花费大概是18块 就等于你每一天花不到一块钱 就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以上就是我这一个礼拜里面记录的花费 以及名列出来我每个月有哪些固定花费 其实也是记账里面很重要的一环 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选择自动扣款 或是自动缴费 所以不太会有那个实感说 我今天花这个钱缴了什么费用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就是把你每个月固定的花费都稍微写下来 这样就是有个概念说你每个月的生活成本有多少 其实这样看下来我觉得我的花费应该还算是可以接受吧 就是除了基比比较大的花费是可能一次性的之外 但是我的确觉得有一些可以改进的 例如说我每天买咖啡这件事情 你想想看一天34块 你这样累积起来一个月就多少钱了 很可怕欸 如果我是work from home的话 我天天都在家里自己弄咖啡 但是如果去办公室的话 真的就是要要嘛提早起床 然后提早做好咖啡之后带到办公室去 还是我直接建议公司在办公室里面放一台咖啡机啊 这好像比较可行吼 另外一个我觉得可以省的 应该是午餐吧 就如果自己带的话的确是成本会低蛮多的 那再次声明这个是我的消费习惯 我也还在摸索怎么样让自己过得很开心 但是又不会过度的花一些不必要花的钱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这个vlog的风格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跟我说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 by bwd6